天文台预料 本港今年有5-8个台风集港 而降雨量会介乎2000-2600毫米 其实近年香港还出现过超强台风 好像2018年的山竹 看回卫星图像 当年9月16日的时候 山竹在香港西南偏南100公里 最高中心风力达到每小时250公里 吹泽本港 造成很大的破坏 近年天文台不断改良仪器和技术 以加强预测台风和雨量的能力 重吻一下1982年 天文台是如何预测天气 最近发生的雨灾 是历年来所罕见的 连续几日的蚝雨 令港九新界多处地方发生水浸 与及山泥倾射 天文台在四日之间 一共录得654毫米雨量 同72年的618雨灾 所录得的677毫米雨量非常接近 水塘的潜水量也都因为这场雨 而超越了3亿立方米 和去年同期的潜水量比较增加了10% 虽然豪雨成灾以往已经有发生 但是好像今次这么严重的情况 如果天文台能够及时提出警告 那会不会减低人命和财产的损失呢 事实就是在星期六下了一场很大的雨 但是我们在星期五日间和黄昏那时发出的天气报告 里面已经有预报了雷暴 还有部分时间有很大的雨 这个已经说了 在当时的天气形势里 预报元素能够说也是这样 就至于说在临近落大雨 和快有雷暴之前出的那些警报 那个我们是另一个服务 就叫做雷暴及豪雨警报的服务 很多雨云可能是在站与站之间越过 而未被偵察得到 为了补救这些漏洞 六十年代中期 香港天文台开始采用雷达探測系统 雷达探測有效范围是四百多千米 这些雷达不停发出的微波 就像一个捐敌不漏的大网一样 捕捉雨云的终跡 当微波遇到雨云 就会折回去气象站 依据这些回波强弱的程度 和距离就可以知道雨云的性质和动向 近年来 天文台又接收同步人造卫星 所发出的气象图片 这个卫星固定在尺度 伸基罗亚的上空 将拍摄到的气象资料 输送去东京天文台 经由电脑处理之后 再将整理好的资料 发射回去违星 然后再传递到香港 成为气象图片 时至今日 香港天文台的天理预测 所依据的资料 越来越多 但是对于雷暴的预测 仍然未达到绝对準确 譬如有时发出雷暴警告 但是后来又没有雷暴发生 这个就和雷暴的性质有关系 因为雷暴是一团团的云 我们叫做雨包 它的范围很小 几千米范围 它在移动过香港的时候 只需要移动偏差一点 就可以在香港附近略过 所以有时捉不到 这个也不是太奇怪的事 科技虽然不断进步 譬如现在已经应用到雷达 和人造卫星去探测气候 但是对于一些常见的气象 好像雷暴那样 需要探求的仍然有很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